最後是打到了在右半邊的先傳二壘之後再傳一壘 這球還漏到了後頭去 所以決定往得點圈來推進 這一傳是來不及了 這球可能如果捕手的捕位再快一點點的話 這可能會嚇阻許建勇不敢往二壘這邊來跑 最後就像他在過去兩場比賽一樣 都是先抓二壘壘包這一邊 因為周星兄弟的左打者其實還蠻多的 本身一壘手一定會常碰到這樣一個情況 這球因為投手跑動過去 這個畢竟不像這個一壘手 他本來就在一壘壘包附近的地方 去找壘包玩 事實上你剛剛看到卡本特在 這一球最後是彈到一壘這一球 要拿的時候沒有拿起來轉身要再傳 來不及了 這個真的就是太可惜了 想要封殺前衛跑者的情況下 再做這個換手拿球 是在這邊出了一些小秘事 那沒有想到你這個打者是陳陳偉 這個吃筋都破了我 當我要再有後續的動作的時候 陳陳偉已經越來越靠近了 變成說都沒有抓到 就這邊漏了一下 完全沒有機會 後才比較多時間在外野 打第一顆球這球滾到三壘方向 結果穿過去漏掉了 那原本應該是要穩穩抓到的一個出局數 但是梁家榮出現了問題 所以這個你想都想不到一個美季過後接一個失誤 哈哈哈哈 打第一顆球這球穿出去又是這樣打 來看到蕾包上的跑者繼續要來拿下第七分 二壘這邊傳的時候又沒有接到 要快喔 他有可能再繞出來了 而且決定他真的要跑分耶 哇這回傳來是來不及了 哇這個一個失誤喔 那搭配他的一個角成那真的 每接到真的要快 對 來看一下這個安打三壘的分 二壘的分數回來是OK 他原本要抓 這個也沒有抓到 而且你看他是原本還是有滑壘的 等於重新在二壘這邊再做一次 這棒最後打到了左 哇 哇結果往前要跳 這可能就是那一跳去影響到的 因為打得很平正面的過來 朱宇賢當然今天有一個往前的鋪接 他大概怕說是不是會很像前面那個鋪接一樣 還要再更早掉下來 最後發現沒有 而且他是有接到 對球後面的力量其實蠻大的 那個一跳造成的整個一個接球 沒有辦法很穩定 讓球在停留在手套當中 這樣一開始有碰到 結果這個又 那最後是滾到了右半邊 二手掛線 轉身要喘 這沒有辦法 沒踩到 對 那有看到其實連續這個 就一個出局數都沒有 對 那卡本特剛剛已經有一些動作了 看出來情緒上有一些浮動 因為這樣一個分差底下 其實也可以考慮就是 直接傳一壘就好 這是抓出局數 對 那你都沒有抓到變成這個是 中英兄弟現在落後 打第一顆球 這一球 哇這在游擊防區 結果原本以為已經掌握住了 但還是彈出去 這個是不是在最後接球一瞬間 猶豫到底要用反手還是正手 卡在一半比較尷尬 所以連彈跳最後都沒辦法掌握好 真的 腳步有點錯亂了啦 看起來 這是這場比賽林志平所出現的 是 第二次的失誤 要講的可能就是差不多 智者分率稍微高了一點 破了 哎呦這個牽制 揮棒多空之後牽制二壘 結果 沒有想到沒有 還有二十次的奪三陣 被打擊率只有兩成出啊 不過同失了 這個 這個因為他們真的不是吃素的 打出籃打 尤其是林祖傑 球隊翹開了攻勢 最後其實我 我倒覺得這一球不必選的 一定要得往前撈 因為畢竟是有一點點正面 把重心放低了 因為他選擇要前面撈這個時間點 他的彈跳不太好接 非常激起的出棒 打在了中右之間 最後比較靠右外野落地形成安打 而且右外野手這個球還漏了 哇那這樣子恐怕是要丟掉兩分喔 連陳傑線都回來啦 高國齡這一漏損失太慘重了 對 國齡很好 兩隻安打了 這球看他最後有點太想要做下一個 投球的動作 還沒順利接近手套的話 變成這樣四千就已經跑掉了 所以這樣不但多丟掉一分不說 你也讓幾球跑累員是來到了二人 這個使用說明書還是要來仔細研究一下 之前這個球打到了中左之間 來看一下最後落點巧妙行程安打 壘上跑者要回來了 哇因為兩出局推進得都非常快速 然後現在回傳到這也是非常積極 哇 因為最後這顆球其實三壘好像沒有人進去補握 你覺得要傳 反壘可能也沒什麼機會 所以選擇來抓壘往三壘跑的跑者 所以你看他這個位置他把球傳出去 但是最後其實壘爆上是沒有人的 所以這一棒呢是帶有一分的打點 而且你看智傑已經停下來了 那高口輝這個傳球跟隊友之間沒有 chen開死傑